記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相信是日本五圓件集會 當年以來所做的這件事 對1990年來事 還是做到現在 過去1990年來是一定出版高分 但是早期幾本三本都是由自立萬部來出辦,來推銷的 但自立萬部現在已經關門了 所以很多人要買菜、買帽 所以我們重新復刻來出辦,用在這裡 另外我們去年2010年的時候 我們有出一個花蓮紅蓮旅辦 來講出講中七郎,第1章四人在二八十天的時候 有共同領域,結果三個人催促 老一個小孩,第2個小孩留下來,中醫院 中醫院留下來,我們都在2019年有機會去訪問 那當時已經91歲 今年2021年以來是過星期了,92歲過星 所以有這個機會,所以可以訪問到 中七郎的兒子、媳婦、孫子 現在外的人,我們都有訪問到 那是我們最近出辦的 大家來看他有十本 如果還有其他十三、四本 那都是當季來做的 十三、四本說有其他那個 不是用這個蟹蟹來出 王天天我們也做過 演篇中華我們也做過 其他沒有叫做的 但是不用丹憲、秘書、太太 沒有叫做的,還有其他的那個 那個訪問公有 所以在那裡 我聽說十三、四本 那這是一個我們的協力 因為感覺說二八十天 沒有清楚 我們不可以了解那當時的歷史精神 我們不可以了解那當時的世代的心情 二八十天才到時候 最大的心來疼 就是他們的親家朋友 讓國民都來在牽涉 但是這人不能他們疼 要使用作為台灣社會 長久以來 不可以說台灣 說台灣的事文化 相重要的原因 所以突破這個進去 可以讓台灣的事 研究可以自由化 讓台灣人可以建立主性 讓台灣社會 可以變成公民、建議的社會 讓這個通知之下 讓這個家事 可以以後 可以有多少的方針來 替台灣人 所以丁丁的意義很切 很多的裡面 我們對日白來探討 是台灣人了解 那個東西的歷史 和建議相關的事件 所以基金委本來就能做這個 做差不多二十年了 繼續做 大師勇於這裡